救護人員一前一後 將被火車擦撞的工人 抬上單架送醫 原本工人 還有呼吸意識 沒想到送醫途中突然病危 到院急救還是宣告不治 台鐵一輛自強號列車 31號上午10點 從台東開往高雄 行進民族路橋下 擦撞在附近施工的工信工人 工人一度卡在車輪下 還好列車及時停下 救護人員到場搶救 發現工人頭部全身 多處嚴重挫傷 傷重死亡 現場工程人員表示 施工現場與平交道 中間有管制圍離阻隔 當時並沒有工程進行 研判應該是工人自行翻越圍離 到鐵道上調整電纜長度 才會發生意外 而這起事故也影響四次列車 大約七百五十名旅客 警方初步在調查 該名施工人員 他正在進行線路上的調查 工人以四自行翻越為例 沒事先通知台鐵人員 列車駕駛完全不知情 雖然第一時間見到人 撿急剎車 待會發生悲劇 這是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 拼八月通車 二十八號才因為挖斷電線 造成高雄火車站大停電 事隔三天又穿工人送命 一萬瓶船要人如何放心 這五郭鎮長谷高雄報導